大家好,我是張軍藝大夫萊克 我是陳仲烈 我們要參加全國孩童行動創意挑戰 最近不管在學校還是電視裡常常出現缺水的問題 天空一直不下雨,我們都快沒水用了 結尾用水真的非常重要 剛剛剩下了很多水 我覺得可以拿來洗玻璃、拖地、洗手 咬水的時候覺得很辛苦很費力 我覺得如果有更簡單的方法一定會更棒 用過的寶特瓶開始做實驗 經過很多次的失敗 例如漏水等等等 最後可以一再的修改 我們在學校學過很多的知識 有沒有可以運用到的呢? 我們想了搶之後 決定用洪吸管原理把水抽出來 只是這樣用水還是很不方便 如果可以用連通管 把水分到各個小水桶就更方便了 可以把學校學到的知識 真的應用在日常生活 可以把學校學到的知識 覺得很神奇 遇到問題時沒有放棄 嘗試各種的方法 自己動手來解決問題 是一個全新的很棒的經驗 我們到浴缸實際操作 水流出來像我們預期的一樣 我們用這些水澆花拖替 真的很開心 自然環境變遷 水資源越來越少 節約用水更加重要 像洗手時水不要開太大 水手關水 再次利用洗潮水 都是我現在天天做的 身為地球的一份子 每個人都該敬份心意